在新城县公所的努力营造之下 嘉陵村龙泉公园的荷花池 已经成为很重要的超美私房景点 尤其5到8月份荷花盛开 不管是当地的民众路过的民众 还是外地慕名而来游客 都被眼前的美景给吸引 尤其是摄影爱好者 更是都会到这里来捕捉最美的荷花美景 现在加上会他表示 商场也来极力打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重视生态以及环境绿美化 嘉陵村的龙泉公园荷花生态池 在108年由原本的600瓶扩大 粽子面积增加到1500瓶 同年也加强了园区的绿美化 陆续粽子冲篮 脆流绿等植物 运动期间也遇到许多爱好摄影的乡亲 更有其他从县市以及乡村 慕名而来摄影爱好者 聚集在龙泉公园拍摄清晨的荷花 欲将美景尽收在自己的快门当中 龙泉公园荷花池 那是我们新城乡一个秘密景点 那目前是在6月初到7月初之间 是荷花最盛开的时间 那整个金黄稻穗跟荷花相应 然后造成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 非常多的游客来 那我们欢迎所有的乡亲 一同来我们新城乡旅游 江南海台表示优美的环境需要积极的建设以及用心的维护 上升以来积极规划项内环境的绿美化 龙泉公园是很好的范例 环境的绿美化 公园内设施改善新建 小桥流水 自行车步道穿梭在优美的树林之间 达造最优美艺人最舒适的安全生活休息环境 更有扩大种植范围1500平的荷花生态池 而龙泉公园绿越岸人荷花盛开 向来合理调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赏花 记得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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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